今天我要跟你們講一件很嚴肅的消息 從今天開始 我將要退出運動界的YouTuber 因為 我要轉行當 美食界YouTuber 今天我即將教你們一道 從來不外傳的一個驚奇蛋糕 那這蛋糕呢 是只有體育界的人才知道的喔 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吧 這蛋糕第一個最重要當然是麵粉啦 把它過篩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要加入最重要的角色啦 那就是蛋 這個步驟把蛋打進去 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再來加水啦 那就算裡面有一點蛋殼 其實也OK 因為蛋殼其實是很營養 那水的容量大約是100cc就夠了 所以不要加太多 好 隨便的 好 我們水加完之後呢 蛋糕機體算是完成啦 那再來我們要先把烤箱預熱 好 那在等烤箱預熱的同時呢 我們就要來做加料啦 那加料這個步驟呢 其實對於運動員來講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要補充一些 你運動當中所需要的能量 那我們就一項一項跟大家介紹吧 第一個一定要加的東西呢 就是 烏醋 你一定覺得烏醋很怪吧 為什麼要加烏醋呢 其實烏醋裡面 富含了豐富的檸檬酸 對你在跑步當中吸收效果會變得更好喔 芝麻油 為什麼要加芝麻油呢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芝麻的香味 重點是芝麻油可以補腦 讓你在跑步當中的集中力可以更好喔 還在擔心運動跑步後 衣服越洗越臭洗不乾淨嗎 身為運動教練也是跑步選手的我 第一推薦 進級進 運動專用洗衣進 進 芝麻油加完之後 再來就要加對運動員最有幫助的 就是鹽跟電解質啦 但我手邊剛好沒有鹽 所以我們就來用這個鹽錠加進去吧 那因為這劑量的關係一顆不太夠 所以我們加兩顆 對運動員比較會有幫助 好 加完鹽錠之後呢 對於你的電解質補充有更進一步幫助之後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牛黃酸啦 你在跑步當中有豐富的牛黃酸 對於你的興奮效果會更有幫助喔 OK 那所有料都準備完畢之後 我們在等烤箱預熱的同時 我們就先來攪拌它吧 那我們攪拌一段時間之後呢 要攪拌它稍微起泡之後 你就可以準備放入烤箱啦 OK 預熱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它放入烤箱吧 主啊為什麼 那個裡面的要調配成這樣的 因為運動中流失的汗水 它的成分大概有99%是水 所以我們基底當然是以水為主 但你流失還會有一些電解質啊 蛋白質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加入一些蛋啊 還有一些像是葡萄糖加鹽定啊 還有聯盟蒜部分 我們就用醋來代替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幫助你在流汗後 可以有很好的幫助做補充的效果 嘩 導演 導演現在怎麼辦 喔 秀 媽 我們是準備一件衣服耶 你要 要拿去洗喔 那你要等一下喔 我們先錄影暫停 ㄟ 導演 你們家的洗衣精在哪 喔 我去 OK 1 HOUR LATER 會冷死終於洗好了 ㄟ 很香ㄟ 這 禁其禁洗衣精這麼厲害 廢話 因為它有獨家酵素分解油食及蛋白質啊 難怪洗完我覺得我衣服還會呼吸 點是她的臟面要有已經起泡了 等一下 洗完真的很香ㄟ 它怎麼那麼香阿 他有增加檸檬草抗菌配方 可以抑菌的 這麼厲害 那它這麼厲害的成分會不會對衣服有害 不會 它有獨家酵素分解油脂跟蛋白質 啊 灌衣服有害什麼事 是喔 那這個東西洗完排放到大自然會不會對自然有害啊 我放心啦 它又不含凝也不含螢光劑啊 而且它百分之百可以生物分解耶 難怪洗完摸起來還這麼滑順